星光金大股东洪文洞 也就是歌仔戏大师杨丽花的丈夫 在昨天去世享受80岁 洪文洞在商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去年曾筹措发动星光金的经营权争夺战 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星光吴家吓出一身冷汗 原因就在于星光金从2014年起的连三年 每股都赚不到一元 再加上吴家内部纷扰不断 让洪文洞家族大为不满 才会在2016年出面拿下星光金控股公司新盛经营权 2017年星光金董监改选时 洪文洞更有实力挑战吴东靖的董事长大位 逼得吴东靖调整董事会的成员改善体质 洪文洞才同意支持吴家 其实星光的三大股东包括吴火师 洪万传和林登山家族 长辈交情好连过生日时 吴东靖和洪文洞都还一起出席 洪文洞不得已也不会进逼大位 目前统计犯洪文洞家族持股新光金将近5%的股权 洪文洞过世后未来结构是否会有调整 还有待再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